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真少年 你的老婆 你的女朋友 你的另一半 是不是常常在你旁邊 刷網拍 刷網購呢 尤其是在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宰在家裡面不出門 各位朋友 現在就是你復仇的時候到了 很多小女生呢 就是買完衣服之後還不爽 她喜歡買鞋子 她喜歡買襪子 還喜歡買耳環 還喜歡買首飾 你是不是沒辦法控制你的另一半呢 你不要買 不要 我喜歡用右手 所以當然我們臭男生 除了工具以外 你還有很多東西都可以買 首先第一個Future Net 首先身為一個愛家的好男人呢 你在家裡面一定會有換燈泡的需求 你出去一定會有蠻生頭的需求 摘一些果樹啊 或者是小孩是掉在樹上的風針啊 好看隔壁女大學生 這個時候呢你就需要一個梯子 但是一般呢 通常你傳統買到的梯子大概是長 像這樣子 如果通常我沒記錯的話 我們去五金堂的時候老闆娘就問你 你要整條的梯子啊 它差在哪邊呢 通常我們會講說一格就是一尺 但是東西如果關於尺寸的問題 你們可以去看我們上面的這一集 就是還有裡面有尺寸的教學 好好學 非常的去 這種梯子它當然非常的穩固 但是呢 它有一個問題 通常我們傳統梯子打開 它是這樣這樣子 A字T 那大家一定要記得 就是一定要把這個 壓槽把它往下壓 那你才會穩固 那它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呢 就是太長了 太長就是第一個方案你在那邊定位嘛 然後第二個是如果今天你要開車出門 你如果不是像我們開就是貨車 還是開那種Render 或者是開一些就是你的車帳啊 就是能夠綁貨架的休旅車的話 其實這會非常的麻煩 那如果各位好男人 你也不是每天要在工地裡面 水生火熱 或者是為了生活 Biasa等的朋友們 你只是偶爾有時候會拿換燈泡 或是偶爾需要長梯 要的時候要不到 想要的時候得不到 想要它卻不要 不要你又要 總而言之就是梯子這個東西 需要用的時候 又沒有 但是又借又找不到人借 你買一家也會覺得定位 方便吧 然後這梯子它雖然很方便 但是有一點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你在解鎖的時候 不要讓它去夾落手 所以你手不能放在它的下面 所以你的虎口要放在這裡 所以你在解鎖的時候 它是這樣子 一層 然後往上 一層 有沒有 這樣就結起來了 這個鉤子拉一下 然後把它分到中間 有沒有 收在家裡面 就是小小一個 建議給不常使用的梯子 或者是想要出外搬身頭 它跟傳統的梯子比較起來 有幾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首先第一個 它能夠在樓梯之間使用 第二個 它上面可以裝輪子 第三個 它可以當A字梯 它也可以當成直踢 第四個 我認為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不能像以前老師傅一樣 從在上面這樣走 不過這是很危險的 我認為大家是不要學比較好 我曾經摔下來過一次 接下來第二種 美女記到了 你家老婆是不是又在漏 你家是不是又開始漏水了呢 古人說 漏水如漏財 或是你今天對人家微笑的時候 你的牙縫中間 有縫隙 那就是 漏財 或是你的 額寬 眉細 錯綜亂掌 那就是 漏財 或是眼細 眉眼前眼眶突出者 漏財 眼細 眼細眉眼 眼眶突出怎麼突啊 真的喔 對 好意思喔 或是古人說 當你手掌向前 你能夠從你的中指跟食指縫 東中看到你的朋友的時候 那就是漏財 所以我帶電子 把它買起來 好回到美女記 所以網購可以買什麼呢 Freshel Freshel Safe your Sunday 大家曾經是不是有看過一個老外 然後他在講解各種防水的材質啊 各種貼布的材質啊 還是各種奇奇怪怪把船切開切一半 然後在水中航行的影片呢 曾經有很多網友或網紅拍過他們的影片 不過用起來之後都失敗 然後就開始罵他說 這東西很貴 然後這東西不好用 不過其實說到底 有一個東西不是東西啦 是你的 沒有啦 還有玩笑 重點是喔 其實工業當中有非常多的眉眉嘎嘎 尤其是齁 你在做黏著的時候 首先第一步 你的清潔是不是有清潔徹底 第二步 你的黏著見面是不是有做適當的選擇 第三步 你是不是有 按照他的說明指示當中 讓他好好的乾燥24小時 或者是乾燥10分鐘以上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 影響各個黏著劑上面所使用的條件 跟他會不會成功的最重要援助 所以說專業的東西 還是讓我們專業的人來做吧 還是不要丟來丟去 首先這個系列呢 應該是我看過他們品牌裡面 最容易上手 最適合初學者 最適合就是 從來沒有用過 或是從來沒有用過一些填鋒劑的朋友們 第一次來使用 他使用的方式呢 實在是非常的簡單 簡單到我實在是不知道要什麼樣 示範給大家看 他就這樣打開 你用手擠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我覺得我可以來寫個勒令 這樣有像嗎 那這樣的東西有什麼樣好介紹的呢 其實他就像是UFC的 綜合型格鬥選手 你可以拿黏木頭 你可以拿黏金屬 你可以拿黏食材 你可以黏水泥磚 你可以黏玻璃 可以黏PVC 你可以黏在你所有想要黏的地方 黏巴達 他們品牌從進來台灣 甚至在美國銷售的時候 都是主打的一種 就是超強防水 然後永遠不會發霉 所以你用過之後 你就再也不會看到你的廚房 旁邊或者是你的浴室旁邊 還是你的鈦魯 就是 門縫塑膠門板旁邊 黏著的時候 就是出現一些 小小黑黑黑點的小黴菌 然後像是我們做一些貴重物品的安裝 或者是你在戶外 你需要他經過風吹日曬雨淋 能夠強力接著的方式 你都可以用Freshhawk來處理他 他算是工業黏著界的奢侈品 第三種 起子機 一個愛家的好男人 你怎麼能夠沒有一把起子機呢 在網路上 充斥著各種奇奇怪怪的起子機 跟各種奇怪的品牌 不過有幾個品牌 名牌大牌 大家可以去買 或者是你只要看我們超認真頻道 通常我們沒有拍的 我個人就不是這麼推薦你去買那些牌子 有一些是還沒拍而已 我們頻道才剛做一年而已 不要緊張 我們有一些還沒拍 我們會慢慢推薦給大家 通常你在超認真頻道呢 你會看到我們最常使用的工具 都是18B的工具 或是40B的工具 不過呢 是一個愛家的好男人 就是你家裡面難免都會有一些 電風扇要拆呀 螺絲要鎖啊 家裡的價值要往牆上鑽啊 或者是 有的時候你會去買IKEA的東西 然後笑敬你老婆 然後拿來安裝啊 有的時候你買到那些 真的DIY賣場 他賣的機子真的是 有好用啊 有個鼓 就如我所說的 台灣有3M 就是那3個M的牌子都可以買 如果你要買CP值高的呢 你可以去買 威克4 你可以去買 美大寶 為什麼推薦這隻呢 因為它是一個在12B的世界裡面 它的大小非常狹小 而且 非常輕 然後呢 重點是它的扭力 不是能夠狗的那種 它的最大扭力呢 可以到147Nm 牛頓米是來幹嘛的 你不知道對不對 請看我們上面的電鑽介紹 然後呢 它上面一樣有三個功能 比如說 慢速轉 第二段轉 第三段 然後還有一個 自公牙 以在業界上來說 你要買到這麼大的扭力值 然後跟好攜帶大小的這種 Size的工具 12B的 裡面 個人蠻推薦的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它的12B這個電池 它能夠拿來 做充電器 它可以拿來 裝燈 它可以拿來裝喇叭 反正總之它們12B的相關產品都有同用啦 但各位朋友 在購買的時候 千萬要注意 小弟其實已經非常多 你看這兩個 是不是長得一模一樣呢 但是它上面兩個型號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一個是FID 一個是FQID 這兩個 雖然Size看起來一樣 左邊右邊 它的臉都長得一樣 但它只有一個 上面多了一個小套套 跟它的前面的 X頭比較長了一點 那它一樣都是12B的 但是它的電池呢 你可以買3A或4A的 不過以我個人的建議 如果你是在居家使用 你買最小最小的就好了 就是非常夠用 那它這兩個有什麼差別呢 聽聲音 各位老司機 你現在是不是知道 哪一隻手 比較厲害的人 在我右手這一隻呢 它叫做FQID 它其實還沒有上市 但是為什麼我拿得到呢 請放心它絕對不是水貨 而是當你買工具 買到一個Label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有 在這邊跟大家推薦一個 筷材頭裡面的一個小物 就大家有沒有遇過就是 一些小地方 你鑽不到 但是它就在很側面 你就沒辦法鎖 就可以用這個 你就可以伸到 非常扁的空間裡面 咻 這樣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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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現在買這種套裝組 它都會送你一個小袋袋 然後讓你出去的時候 袋可以拿來炫耀一下 我跟你講 水電師傅到你家 看到都欠了嗎 最近還沒有一個水電師傅到我家 他敢跟我說他的工具很多 因為我除了水電工具之外 我其他都有 買到這個時候你旁邊的老婆 是不是已經非常的火大了呢 趕快來買一個清潔工具 來幫家裡打掃一下 第四樣是我們在歐洲市占率75%的 洗車機 洗窗機 洗 玻璃機 總而言之趁這波疫情 好好在你家裡面 打掃你的家園 好那我們現在拿一片玻璃來做示範 雖然非常簡單 只要把你的清潔劑 加滿然後把你的水注滿之後 這個 噴頭 要把它對到前面去 然後對著你要擦的玻璃 簡單的噴兩下 如果它比較髒 你可以拿這個稍微先給它 脫一下 之後呢 直接 開機 然後把它吸過來 這樣就好了 而且它不會有一些 滴來滴去的小水痕 那如果有一些比較髒的污垢 後勒你就可以拿前面的小抹布 好好的把它擦一下 它這些髒水就會收集到小水桶裡面去 就方便度上來說 我是覺得不錯啦 就是你手不需要那麼抹來抹去 但我覺得如果是對這種 很成年無垢來說 可能你手也是要擋刮的 我們要求比較高啦 我們很奢望它可能一吸上去之後 那整個玻璃變拋光磚一樣 當然我相信各位大家買東西絕對不是問題 但是要怎麼樣通過你的財務達成 才是你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次非常貼心 替大家選擇了一種 你好像會很認真做家事的組合 而這次所選擇的都是 好收納方便使用 而且都是 不會另一半好 所以說你要偷買的話 也是非常好長的 那在之前介紹完各種五金行的之後呢 其實網拍的方式有分非常多種 那怎麼樣確保你買到的是不是公司貨呢 除了找了有幸運的賣家之外 購物平台其實是你非常好的選擇 避免去買到損貨 那第二個好處呢 就是還有個七天見場期 可以退貨 而且在這個防疫期間 就是大家如果覺得出去有風險 還是你出去覺得不方便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家裡面 睡在床上 好好的滑手機 好好的買網牌 所以你有什麼樣好推薦的東西 或者是有什麼你覺得很屌的東西 都歡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是你有什麼樣 買網路信用卡的買法 你也可以有一些破解密碼 可以透過告訴我 或者是你推薦我們可以在上面 買什麼東西 開箱給大家看 你也可以 寫信過來告訴我們 就這樣啦 那我們就即刻下手 GO 首先呢打開MOMO的購物網站 踢上一下你原本想要買的東西 像現在的防疫期間 我們就可以在家裡面好好的打掃 直接 放入購物車 好放完之後勒 現在我們突然想要買個電鑽 打一個 Milwaukee 這麼多裡面我們要買哪一個勒 這是一個充滿優惑的網站 點進來 好放入購物車 最近我們後面有人漏水 還有一個 Bufflepaste 放入購物車 放入購物車現在還需要一個梯子 一般梯子已經很多了 最近 流行這種就是可以折疊的 把它加入購物車 然後想買什麼勒 我們最近是不是剪片 除片的速度有點慢 我們現在一個禮拜可以上幾十片 一直太慢了 我們來買電腦 直接買兩台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就來結帳 這些東西我們都決定好之後呢 這個時候你就要拿出你的MOMO卡 為什麼要買MOMO卡呢 跟你講 身為一個聰明的老闆 你用MOMO卡結帳 你除了他有MOMO卡的5%現金回饋之外 你後面還可以打筒邊 所以你只要確定他是公司貨 打筒邊 營業水也折5% 然後再加MOMO卡再折5% 所以一件事 全部東西全部打九折的概念 看是不是很聰明 好 我們就這樣子 確認結帳 好 我覺得我們現在公司還缺一個按摩椅 OZEN世首天王 賣了一次 放入購物車 直接購買 也太快了吧 這樣才以前 我玩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出港這邊 剛剛是什麼 笑到江湖 我玩笑到江湖嗎 點箱 OK 來看一下 點完箱 喔這個 還有那個 流水的啦 那發票呢 發票等到退貨 7天之後才會 7天之後就會寄發票 發票會留下來 然後要打孔邊 這邊也省 一線水 5% 好了 好 差一點 待會兒 我們來看一下 上次消費的 摩摩幣喔 好你看 7000高半拉的高Q 很探貝成Q 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8000塊的東西 可以歐北貝 最危險的例子 5G工具 我們可以買4台砂輪機 買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多功能 折疊夾具 就感覺好像不錯 直接跟我們 你有摩摩幣 使用摩摩幣 翻開腹敗摩摩卡 4899 送 不用急 57張 2025 7 COM 收音 clapping 功能 八天 activates 雲 to 雲 雲 雲 4 5 當